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大一样 今天的话其实苏格兰这样图我觉得就是选属于自班了 看一下手朵 金花多莫还是全都选择使用到了冰魄 带上rc的冠军皮肤 没错 这感觉小哥是 哈哈你看这个选手没什么性格真的能够从他们的穿着打扮当中体现出来 没错 他们在这样的这个服装搭配上面就感觉很有心得啊 直接穿上奥特曼的衣服啊 有点中二来看一下起步 从过这边起步很快 没错 起步先拿下优势看一下 四名选手距离比较接近小哥这边一直又稍微有点歪紧接调整一波路线 没错 但是前九现在是属于一个稍微跑的位置 这对于表弟来说他加入到联赛是非常非常久的 也接近于七八个赛季了 但是他的登场数却是真的不符 没错 这一次他的一个首发登场其实也是让我们比较期待的 是的 看下这边一个点飘以后 阿妮开始进行一波后追 子聪现在速度稍微有点慢 下一关到阿妮的惯性点飘 垃圾了距离 下面一个再来一个惯性点飘 顶着点 哇 但这一波的飘移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请这一波调整 然后是落到第三名次 请就先是来到稍微跑又是一波二段飘移 是 这边蹭了一下墙 速度骤的情况下还稍稍影响到了小哥的路线 现在请就双地跑 并且现在领先的距离来说 哎 小哥这个点飘点中了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 再拉开距离的情况 阿妮也上来了 现在队友之间的对抗非常的严重 要注意一下下个弯道的规避 没错 这边小哥想要做避让 但是这个弹射点真的没有办法避让 如果使用到季节的话 又会卡位到阿妮 他很难 对 而且刚才他的那个弹射点的话 是被阿妮的车身给顶到了 所以导致他自己出现了一波小幅度的拖飘 是 看这边暖气延续过来以后 再来一个点飘 这一次没有选手干扰的情况下 子聪可以完全的去选择自己的路线 其实刚刚是有点险的 阿妮的点飘明显要比子聪更为极限 但是极限之后 路线有点偏差 所以点中了 是的 看一下已经来到比赛后半段 子聪和小表弟目前的这个领跑距离还算是比较稳妥 已经完成了最终那个充限 是的 这边21分2 这边应该是89或者两个8 这个第一局的分差不小啊 是的 第一局已经拉开的这样的一个分数 两到三分 对 我觉得对于Estar来说 主要还是一个对抗上面 还有配合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小问题吧 但是你回想一下昨天 其实Estar在面对RGG 他们展现出那种2V的那种契合度 化学反应是相当相当好的 是 这个其实也是要跟对战到不同的队伍来看嘛 因为其实昨天RGG的话 并没有说给到这么大的一个对抗压力 三分 这个昨天的最大分差 今天第一场都是咱俩 都是Estar 昨天领先三分 都是三分 是吧 昨天领先三分 今天落后三分 这个落差肯定是有点大的 不过这一场比赛 嗯 请酒这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 还是主打自从这个点 是的 确实这个从起步啊 一直到后面的稳定性啊 以及去承受对抗啊 都是做的 没什么问题 点太重了 然后在中间这段 哦 阿妮的这一波点飘 就是直接上墙了 对 然后还稍稍影响到了小哥 是 就其实你在整个跑车的阶段当中 呃 是 无论是被队友还是对手干扰到自己的节奏 其实整体来说都是比较难受的一个过程 对 尤其是在一些三星级赛道里面啊 呃 像这张图为什么冰破 它会非常非常契合 因为它这个流氓特性 它能够把这个存储的小喷 对 存储的小喷 加上这个无欲值的这个集气 呃 搭配起来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流氓的一个AE车 在很多赛道 它甚至都有和机甲对抗的一战之力 但是呢 如果要是小喷节奏出现一点小的失误的话 其实也很难的去做调整 就像刚刚出现了一个蹭边 这个速度上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弥补啊 对 我觉得真的在这样的实战过程当中 选手们需要面对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呃 首先自己的节奏要找好自己的路线 包括你要去防备队友 呃 队手还有队友都得防备一下 呃 对 这把对于小哥来说 确实也要防备一下自己的队友 阿妮这名选手他其实呃 呃 单独的去打打惯了 因为不管是在呃 年组约赛 他的类似于孤军奋战的一个表现啊 还有之前在搭档领阳的情况下 呃 他的他和领阳彼此互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都让他没有太多的配合意识 他他一定是有配合意识的 但是在场上他不会展现给我们他这种配合意识 因为他一旦展现了这种配合意识 说明他什么 退缩了 对 其实在之前的instar 他们的整体氛围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呃 对内竞争大于对外的竞争 对 这个是竞争是从场上竞争到场下 从场下竞争到场间 对 而这一次我们在呃 透过屏幕看到小哥和阿妮之间的交流啊 也可能是有一些肢体上的交流啊 对吧 昨天也看到了啊 这个都还是躲不过镜头 镜头的不说还是细致入微的 就感觉他们的这个竞争链 以及胜负欲是非常强势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样的队伍内有一个很好的氛围 包括对于他们的比赛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只是说有的时候在对于呃 呃 不好的影响 就是阿妮可能在自己想要杀猪同围的情况下 会对队友造成一波干扰 而对于小哥来说他肯定还是想想要主打阿妮为主 因为阿妮从稳定性啊极限性来说呃 至少从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啊 确实他是要优于小哥的 对 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赛季的赛制变化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我们选手来说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去打一个一二二号位 那如果像以前那样一二号位 那起步你自然就会拉开差距 就不存在队友之间的一个对抗 而这一次赛制的变动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号位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尽全力都要去跑好自己的每一条路 每一张图 对呃不过啊我觉得在使用到相同赛车的情况下 这个一二号位的概念也不能完全的做到模糊 其实还是要有一二号位的概念所在的 因为只有分工明确才能够做到呃更加的稳定嘛 呃因为你像在使用到相同赛车的情况下 其实实力上哪怕队友之间实力比较相近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概念一二号位的概念在的话 会经常出现打架的情况 对主导吧就是 是但其实更多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实战的实际情况 就是如果真的是队内两名选手的这个实力差距是比较悬殊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在比赛当中适当的让位 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平均 那就是要根据实战的情况下 看谁在前面谁去做一个主导的领跑位置 呃是的 看一下这个我们数据老师有搞事情了啊 sns在冷百科 选手平均年龄最大的两只队伍赛场相遇啊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报过掉了老年天堂的对决情久二十二点二八 一三二十二点五七 但是我们也说了一四大这个平均是真的是平均啊 情久这边呢是什么啊 加油如有一宝 哈哈哈哈哦 这个拖后腿了是吧 拉平均分啊才是属于啊 呃看一下 亚特 已经来到了王府阶段 是来看一下双方的用车情况 哦感觉十分的保守 这是一四大的自选王 然后一四大选择到了觉醒之后的指挥官 对 但不得不说啊 我们觉醒之后的很多赛车其实都非常的强势 呃强归强啊 但是我觉得他在赛场上的地位更多是属于一战之地或者是属于奇兵 所以你想要让他去发挥出当前版本的强势赛车的能力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对伊萨这手用车难道是一手战术的部署吗 看一下吧 呃 这小时间看下几部阶段伊萨双领跑 对三星弹车过来以后但是由哈迪斯来说落后也不缺 这边一个意思又诱人出去了 是的子通并没有进入到劲道 现在就是伊萨还是处于双领跑的一个距离 小表弟在处于后追 其实看下下个完蛋能不能进行一波卡位 不过来 没问题 好 是的 毕竟 梅 这 然后 B 21比20 今天这场是真的相当精彩 刚才情况发生的比较多 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分析 所以回顾一下阿妮的那个 点是由于他在进到前的那一个 位置出现了拖飘 所以导致他没能顺利的进入到进到 是 然后紧接的是在那波长夜延续之后 进入到那个进到口之前 小表弟又出现一波路线的这个偏差 然后挡到了子聪 对但是第二拳那个意思又释放点啊 体验你专业能力的时候来了 你能复拍一下吗 我刚刚说阿妮的那个点就是第二圈的 哦那那段确实是比较乱啊 其实是有一名选手歪了 但是具体其实是是否是阿妮 我已经捕捉不到了 一名选手歪了 然后后面的ECO是有先放的有后放的 但是都是执着于这个进到的释放 对 然后主要第一圈的那个进到点 是由于三名选手距离特别接近的情况下 子聪应该是直接被挤出了进到 所以他也是求稳 那个ECO有没有犯好像没在注意啊 感觉是没放的 但是那个ECO释放相对于完美的表弟来说啊 你看这个点 你看他直接没走 这是第一圈 对这是第一圈 就子聪看的人比较多 然后直接走了外面 对因为他刚才路线也不允许他再走 进到了 这里 我看到的应该是 是阿姨 测试出现了失误应该是 哦 他撞到墙了 坏了 对 对 然后子聪这个ECO释放的非常完美 然后又拖出去了 然后小表弟这里反侧 他是射出去了 他已经不是说吐出去了 射出去了 然后对小表弟后面又有一手操作失误 不过这一把对于双方来说分数上都可以接受了 这局真的发生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对的 这个就考验到了一层专业能力 叫做动态补助 然后及时复盘 还有这个记忆力 说到及时复盘 其实他远情是从RZ又回到了清修 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超出销点 很期待一下这个赛系 就在到月时间的时间 是的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大家什么用车都是用到兰博基尼 也带上很大的铃铺 宠物也都是远望之心 这张图还没有与我老子的变化 对于这张图的这一个车菜鞋 选途们对于全场图的其前行是火灰性一步的提高 现在记录报纸依旧是四十九 有其中大波基尼环 是的 来看一下全场图的起步情况 此风起步有点慢 阿尼起步很快 前面第一个弯道以后能不能卡住位置 我们看下这个NWC大不大飞入以后进入一个境界 下一个弹射点 抱手卡没卡住 因为小哥反超过了以后 阿尼再次又反超回来 对 然后前面两个人就对抗以后 子聪是直接从那一道卡了一个控机 反超到第二 对 但是他的路线并没有控到最死 所以说每一个弯道 我们都能看到小哥或者小表弟的车头 不过对于子聪来说 他过弯速度是非常快的 是的 这个弯道看一下小哥发起的冲击 已经是卡住了前面的位置 对 但是子聪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调到了第四的 喜欢一下小表弟顺利抚位 看一下再向小哥发起冲击 能不能时间反超 对 小哥表弟这边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 直接从那道去挤 但是并没有卡的位置 哇 这边吃完有弹前去能够延上 这边也顺侧都不用了 直接上去硬挤 有点猛啊 小弟 哦 其实从刚才上一局 亚特就能感觉得到 他的这个进攻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小哥刚才想要提前飘移 但是上墙了 小表弟这边又是一个大的拖飘 还把弹气拖没了 没错 这样一个大的失误 还是再次拉开距离 但是紫聪也是跟到了第二位 但跟前车阿妮的距离 还是非常的远 对 那对于阿妮来说 这一把跑得相当的舒适了 第一圈的成绩不是很快 但是这一把 还是能够收获到一个 非常不错的领先分数 因为小表弟落后于小哥 子聪也落后于阿妮 看一下这个点 暴力点过来以后 再选这一个小票双杀 阿妮在前面领跑的稳定性 还是相当高的 基本上没有给到任何的机会 对 而且丝滑至极啊 啊 说不得了 啊 又蹭墙 阿妮这最后在干什么呀 前面给视角给了那么长时间 基本上瑕疵什么的都没有 突然间就开始 有点梦游 前面还在夸他吻 然后突然就梦游了 思华至极啊 这一把对于萨来说 原本啊 感觉这个分差 能够一举实现反超 应该是有三分的优势 但是这样重现的话 应该也就只有两分左右 没错 看一下这张图 之后的分数 一次二十拿到二十分 一分啊 一分 原本三分是铁有的 其实 对 对 因为你看 呃 对于小表弟来说 这个重现时间52秒89 然后 阿妮这是五零点九二 而且最后的那个连续失误啊 节奏上的问题 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 而且这局可能对呃 记录 还很有可能发起冲击 至少应该也是一个49是有的 虽然第一圈比较慢 但是第二圈给到他视角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操作 确实是很磁滑 而且 对 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瑕疵的 像有一个弯道 他没有使用到轻砂 或者是双砂弹射 而使用到一个小表断弹 呃 其实那个弯道 据测下来以后 除非你使用到特别特别 精髓的轻砂 会比小表快一些 对对 差不多的 并不算是真正的求稳 我觉得规避风险的情况下 小表双砂的一个稳定性 会更高一些 现在王虎打完了 呃 依斯尔仍然定先一分 没错 清九仍然定先一分 对 依斯尔什么后一分 看下一张 在前三张图打完以后 其实呃 可以看得出来啊 清九的这支队伍 在新的赛季 小表弟是 站到了一个 比较重头戏的位置吧 因为对于他来说 我感觉在这两局当中 他的这个对抗 包括他 我觉得他自身的这个责任感 是非常强烈的 是 主要是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 表弟虽然说加入联赛 已经有 就是应该算 第八个赛季了啊 第七或者 第八个赛季 但是对于这名选手来说 他历史出场总局数 也不过一百多小局 没错 对 只有一百一百四十多的小局 在这样的小局数下 其实他也并没有特别丰富的参赛经验 所以说这个赛季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始的首发登场 对 其实之前我们在许多的这种平台赛上有看到他的表象 其实也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为他担心 因为之前在狼队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劲的队友去做一个平时的训练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并没有说能够在场上发挥到百分百的实力 对 查了一下啊 表弟其实从首次登场大名单一直到现在是七届 是七届 一共只出场过一百二十八个小局 而在整个二一年他只出场过十四局的比赛 是就基本上是两场比赛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 但是从这几局表现来看啊 其实还是不错的 相较于之前在狼队的时候 他的表现要更为突出一些 不过啊 其实修电了也有七个赛季了 能不能迎来后继伯伐 为请求带来一个好的春天 他也是肩上的重担也是蛮重的 但我觉得也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吧 所以选手他们的动力是不同的 站在狼队由于有像明明或宁青这样的一个大腿 就是感觉身上也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是现在换到一个环境以后责任越大 那你的这个压力越大 但是随着的动力也就越大 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看上去一个二维组合是有一个大腿 但另外一个他未必不是大腿 有可能只不过是没有那么粗 或者说 对或者说被其他大腿的这个光芒所掩盖了 你像孟安在离开狼队以后 他现在WEGTGM也是属于一个大腿级别的存在 而对于表弟来说 这一次也离开了狼队加入到了请求 从排兵不振以及赛车使用 以及打的位置来看啊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角色 没错就感觉这一次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所以每个人他所肩上所承担的这个重担也是随着而来越来越多了 但是表现也越来越好了 对看吧现在才打完三局 而且双方打的可谓是不可开销 对于E-Star来说啊 今天的这场比赛跟昨天打的就不一样了 今天开始有一点逆风了 不过他们的氛围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快 是整体来说并没有说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所以整体感觉我觉得在后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包括他们在亚特所留有的两辆赛车 后续其实也是可以使用出来 下一局哈迪斯和指挥官的差别 有一说一啊指挥官在觉醒之后 我觉得相较于哈迪斯来说 他逊色的应该是后追的能力 但是并没有逊色特别多 对 综合来看是有的打 云游天赋吗 是的 还是要打 那就打云游天赋 看一下哈迪斯对上指挥官 做了一首赛车的置换 对 但同时都带到了雀业女王看一下吧 我觉得这一首对于请求来说 未必有劣势 只是手感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差异而已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一局比赛的起步情况 起步 哇小哥这个起步的位置 他的车头摇摆幅度很好 其实在这样的赛道啊你想做到起步把自己的位置巩固好是很有难度的 对 看一下目前的一个位置情况 哇小北地的话 其实在刚才出湾的第一个弯道 他的出湾路上稍微有点歪的 哇 子聪这边直接硬顶 落地一个弹页直接顶开了阿妮以后 又被顶回来了 被顶开了 这边的侧身没喷 这样的话看小哥的了 是 快速又行这个wcw 以后看一下这边的侧身落地 小哥这边比较完美 阿妮紧随其后 是 这边弹射路线直接摆过来 再接一个小甩以后一个点飘 下面一个弯道机把单机断掉wcww 还是很之前但是阿妮也上来了 对我之间的配合 哦再一次出现了看一下这次要怎么来处理 小哥 想让但是不让 下一个弯道还差一点外卡内阿妮 是的阿妮这边的落地还好没有受到干扰啊 哦阿妮这一手操作怎么说 我觉得只能说他对小哥是真自信呢 对 他怎么敢的呀 小哥现在的连心应该是蛮慌的 啊这个就是卡位的路线去走 还想去卡小喷 这一把有内鬼 没错到底谁是你队友 不过这样的跑车风格 我真的是太爱了 哇就是不管不顾我就要第一名 是的阿妮还是把自己这个军分啊 再往上提了一提啊 对于情久来说 呃其实这一把他们跟的算不错的 不过一死大二的感觉他们对于最后的成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 打完以后看小哥笑得很开心啊 就不知道他们在这个跑图过程当中是怎么交流了 呃可能是 禅某人心胸狭隘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只能说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这一个事啊我觉得尝一下咱还得再闹 啊 多么稳固的双尼跑啊 为什么 其实到最后也挺稳固的 确实 但是他那几个上去卡小喷的操作真的冒险 还是是有些危险性的 对还有外卡内 就直接要是小把小哥送上墙 这怎么办啊 然后换我我早动手了是吧 对玩笑归玩笑啊 但是尽量别这么跑真的不能这样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真的是一崩雪崩 对而且一崩可能崩两个 看得上头 但你怎么说呢 八十比七十八 顶先了三分 是的追回三分 下一张图真有来选 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这个弯道不算就下一个弯道 你看外卡内看到没有先拐再飘 然后下一个弯道直接钻内线去卡小喷 哇这个操作是真的 不知道谁是他队友 行吧也不是我找事啊 这个真的复盘看一下 看下一张图情酒怎么选 情酒换掉了两张难度比较大的菜道 回去就把这个复盘剪下来 这就是证据 对 期待一下下一手情酒的选图 目前双方赛车完全持平的情况下 看一下 情酒的选择了 其实前的一手十一城可以说算是 呃小表弟的一手王图 嗯 我觉得先看一下选择的方向 因为现在从分数号来看两分 不大 其实你像三星赛道啊 啊或者一些呃 单拳赛道啊 我觉得都是可以选的 而且现在用车方面啊 是完全相同 是的看一下 下张图情酒的选择方向如何吧 是围绕子聪的王图 还说小表弟这边的 希望是有重合的王图 不过这两个组合 真的是一个绝对的全新组合 是主要我们对于小表弟他的王图 其实我记忆当中也就一手十一城 他在每次比赛都会选择到 而其他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对于子双其实他在上赛季之前 呃 GK跑的图的话像 呃练练青羊跑的是比较多的 但当时练练青羊是阿诺的一手王图 是 嗯 新赛季我觉得我们也不随便的去预测了 先看一下他们选择的习惯 因为现在没有赛出优越式 一手星天鹅宝 星天鹅宝 全部带到了魔王天师选择蓝牛 我这个用车是真的相当的保守啊 一般情况是这样 你落后方选同车赛道准没错 但是能够选出同车赛道也要做好 再次被拉开分数的准备 对 因为 其实到握前为止 还有机会 整体来说两分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大 还有三张图 这张图如果没有赛局为分数 他下张图再去打赛的差影 看起步 E-Star起步真快啊 我这种起这种起步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下 E-Star小哥vsE-Star 又开始来到了对内竞争 表弟先抓先等机会吧 对这个不是特别完美 而且加在上的比较晚 从失望的比较完美的情况下 已经上来后追到小表弟 没错 这边没有时间一波好的压车 弹射出现一波脱飘 对 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个E-E 一个是琴球特末 琴球此准VS 琴球小表弟 琴球小表弟 前面是E-Star E-Star E-Star小哥 是的 内战 此程测下来 此程的这个新铁把控 又是一波脱飘 还是有点瞎似的 前面很跑 刚想夸一波 对 因为那个顺侧 顺侧难言还是蛮急前的 是的但是这镜头 不断的浓化 想被D.O虚波脱飘 让过了紫聪 这个ECO的敌人把握的 还是很好 这现在啊 从名字上来看 就是其中两名选手 又划成一波名字的交替 而前面E-Star的 两名选手 名字非常安全 好 直接过来以后 没错 路线是表情深的 看来这次他大大 M.O.D.O.2 两天投飘 对 还是很极限的一波波吧 这边最后一个弹射WCW M.C.W.W. 三米小 这一把他打开了 这局主要是 请求两名选手 个人失误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啊 其实这个有点追得极了 就是两圈的落地弹射点 全部都是出现了失误 而且队友之间的名字 一直在做交替 感觉啊 E-Star两名选手 现在队内已经形成了一个 能量的对比 就是阿妮他的能量是爆棚的 而对于小哥来说 要暂避锋芒 他避的锋芒 并不是说针对请求 而是避一下阿妮的锋芒 所以说他在后面跟着 而对于请求来说呢 他们两名选手 是比较担心 队友之间的碰撞 4分 看一下结局 我4分 同车赛道打出了4分的差距 对 这是刚才说的嘛 同车赛道 他一定不是错误的选择 但是你要做好一种准备 就是被再次拉开鼻子的准备 没错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对于后面的两张图 就要打来打赛车的差异了 但其实现在6分 进入加赛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看下张图怎么来选了 对 来联系的两个投票 第三个投票 失误极紧 这个应该又拖了 是的 然后表弟又翻超了 这边有点歪 撞墙以后速度平跑一段有一点慢 后面倒空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对 两名选手对于这张赛道 其实 弹射的一个手感 掌握度并没有说特别好 是 现在6分的差距 还有两局 常规之内的两局 看一下能否将比赛先拖到加赛 先尾一手 请求前面打的还是很漂亮的 现在能量场感觉有一点 往E-SR这边倾斜了 队友之间的碰撞 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尽量规避 我意思是这句话 就是你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是一定要尽量规避这种问题 主要现在还是打同车 所以说大家都是打双核阵容的情况下 其实 如果你在某一个弯道踩了刹车 那可能你的距离就远远不止卡位那么远了 所以真的无论是节奏还是说必让配合 都是他们平时要多多去锻炼的一些东西 是 这是琴九的第一场比赛 还是需要适应一下 还是选到了空地 我上南图了 所以这张图想到了 主要是不选这张图也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是选到了觉醒之后的追光者 对于手周来说 手图是精华冬梦的情况下 我觉得赛车应该是较为固定了 因为像其他的旅逢贤或者严军这些车 对于他们现在的分叉来说 还是要省着点用 比如说后面的赛道 来看一下这起步 小哥这一波起步没有找到方向了 是 小表弟这边开始从后追 他现在在第二名的位置 可以去卡一下E-Star后面的两名选手 这一把起步对于请求来说很顺利 阿妮又蹭墙 这波暴力怪又出现一波贴死 看一下紧接下来的路线 阿妮还是找得比较完美的 就是反常小表弟 小弟应该又快速投票了 而对于小哥这边来说 这一个操作就是进阶以后 再拖一段飘移痕迹 这是老街工地的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跑法节奏 对 这边连续的弯道 路线的话没有找好 这边路线稍微调整 顺测 看一下紫聪第一圈的完成时间 48倍第二步 但是很稳 因为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于后面阿妮啊 或者是小表弟摔小哥啊 都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一个距离 先出外以后看一下紫聪的位置 对紫聪的领跑还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而且这张图确实感觉紫聪呢 她的掌握度是比较高的 看一下听不到后半段的难点 哇 其实手速拉满 再来一个拖飘 这个拖过来 进阶再拖过来 可以啊 可以 没有多强项 最完美 这里稍微有刮蹭 但是紧接如果调整以后 路线还是掌握的比较好 对但是这一段路 确实是最完美的了 哎 还行还行 完美重现了 刚才那个连带弯到确实是这样 表弟在干嘛呀 哇 这边直接四秒重现 紫聪也被阿妮追上了 这把清酒的大好局势 葬送在了自己的手里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是的 前半段 其实整体来说 是过得比较完美的一个点 双宁跑 而且表弟他一直卡在 第二名的位置 E-Star这边还不停的 在出现个人失误 但是我们在关注前面 紫聪的操作的同时啊 没有注意到的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伟丽已经落后了 而且落后以后 在最后充现的 那一个捷径 空中捷径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哇 这个又是吧 还被落后 还被甩开了两分 请求两个人在最后 充现的那个弯道 都是出现的同款 差不多同款失误 这个难了 这局再次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顾一下班族 极度空港 反亚 苏格兰 间隔工地去啊 只上没找 是吧 或者莫高枯 莫高枯 三分才能进入到加赛 这一个这一段真的 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拖到这个墙上 基本上前两天看到这个拖飘的这个位置 都是有直接拖上墙的 哦 直接跳下去了 太极限了这个路线走的 对 然后这里哦 顺侧但是没点上飘移 对 他只按到方向键直接撞上去了 这个操作是我在紧张的状态下 可能握手机就会握得更紧 更紧的话 操作就会更往底 更往底的话就更容易遇见 对 尤其是在前面 他出现了一波复位之后 我感觉他整体的心态上还是比较荒的 好 6G了 最后一局 换回城内的最后一局 看能不能半回三分 不管能半回三分 分差在小一段有分的情况下 就会进入到加赛 加赛的话就都有机会 但是这一手选途要播了 我觉得不够 就能选一手难度了 是 要不要尝试一下 摩高库 因为摩高库的话 基本上就会使用到序夜未来 对 就会使用到序夜未来 对 就整体来说还是要看 他们在平时所练的一些图是怎么样的 因为像其实这一手老街工地 子聪呢他整体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只是说在最后关头还是出现一波小的失误 那如果往后选的话就要看美洲和 墨高库两张图哪个更适配 因为其实美洲整体图它是比较短的 但是是之前子聪的一个王图 是的 不过每周你想要拉回三分的话 其实也要去依靠对方的一个大失误或者是双领跑 是的 而对于现在的情景来说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 小表弟这边的一个稳定性 我觉得还是有待提高的 是啊 其实他的极限我们一直都能够看得到 他在一些图上面的对抗 包括他的细节能做到位 但是只是说对于稳定性上面还是稍有欠佳 看怎么选吧 我的建议就是意外性更大的墨高库 现在就是凭意外性 虽然说他们就已经是最大的意外了 还是需要选择一张自己这个状态比较好的赛道 而且平时跑的比较多的 嗯 蓝图 主要现在如果你将旭未来用到墨高库的话 大概率是双方都会拿出机甲 那有没有一张赛道是能够打开差异 但是对面又不怎么常用的一个赛道呢 嗯 有啊 就是如果选到凡事一的话啊 我觉得一刹这边可能只会拿一辆机甲 啊 选了一首梦回鼓鼠 这首怎么来说 梦回鼓鼠也得用机甲 对啊直接四辆机甲 一刹这边是不会扔啊 元机之星看一下宠物携带啊 呃一刹这边就更稳定 全部使用到旗袍宠 而对于子聪来说是带到了一体人物 还是带了一个即时宠 一个靠速度制胜一个靠稳制胜看一下 谁能够拿到这一局的莫回鼓鼠 期待一下 看起步 看起步这边一刹 看起步这边一刹 没有蹭上星星 没错 虽然这个点很宽啊 但是太远的话也是蹭不到的 是 这张图跟云游天府的星星是不一样的 这张图你还是要蹭上去才能蹭上 云游天府在那个小走廊的那里 基本上你在那走廊都能蹭到的 他是边上一点点是可以蹭到的 但刚才那个距离也太远了 这边再开一个淡气 要提前下来下来以后再进一步暴力 是的 以后看一下下一个第一的这边的位置 这边是看一下点标 比较受难度 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没有三分 因为阿妮她卡在第一 如果阿妮不是第一的话 其实对于全球来说是有机会的 没错 看一下子聪这边的一个卡位 下个点标一点 但全续过来以后 只是让最后进到了 看有没有机会去卡位一下 这一波点标有阿妮出现的股票 对 最后的一个进标出 最大W没有任何的问题 K完出现 子聪反着第一名 看一下表弟和小哥之间 好像有 好像有 该说不说 十一中间两个十 然后这边是七分 这局是拉了四分 对 三分肯定是有了 加赛肯定是有了 对 对 就只要阿妮掉到第一 但如果阿妮没有掉到第一的话 其实这一把还不太好说 有可能是两到三分 三分的话是有加赛 两分的话是没有 这局怎么说 禅师力网团篮呗 就是 确实毫不避讳的说 这一轮二为二我塞了好吧 确实 最后一局这个孟回鼓手 阿妮没有第一 阿妮第一了 看一下最后的分数吧 但对于赛者使用来说 还是完全相同 追回了四分 那带着四分的劣势 四分 进入到加赛 而且赛车还可以打 嗯 一分十一秒三六 也是非常快的成绩 带着四分的优势 一死大二被情酒 拖入到了加赛 来 自从二连冲线 但是工地啊 这个冲线冲的不漂亮 主要还是 在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些连续的小失误 是 来看一下目前135比上131 最后两张图看一下情酒如何选择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就是赛车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情酒来说真的是有 后追或者反超的机会了 没错后面这几样赛到都是子聪的连续冲线 也许比较慢热 对小哥这个应该是ECO出现了问题 而这一个点其实 阿妮自己出现了一个投票快速还没点出来 而子聪这个点的手速确实快 其实从好些工地就能看得出来啊 他的这个整体调整还是比较快的 嗯 那下一张图 情酒再选 这一手梦回孤鼠 你看 这让我们想破脑的都想想不到的一张赛道 但是确实收获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 走 主要还是看自己练的图吧 自己平时真的在训练赛上打的比较多 打的比较好的赛道 其实也能够在比赛场上发挥出一些比较好的作用 对 决战海平之眼 这张图是常规的 因为子聪这张图上赛就跑的也很好 对 还有一张 雪山之巅也是他打的比较多的赛道 是 看一下 这些是拿出四料裁决 对 四名选手的成绩来说是阿妮 更快一些 1分22秒79 也是最突出的 而且这两名选手在计时上 是相较于以色拉来说更慢的两个 没错 看一下 四名选手在这一局比赛上面发挥 目前四分的差距 请求能否再帮回一分 是 看起步 紫聪色身起步 没喷吗 还是喷被卡掉了 不是 没得注意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个点 紧接过来以后 目前依斯拉捏的起步还是算快速 一个小飘过来以后是顶掉小表弟 对 但是小哥的这边弹射也没出 依斯拉现在是双军跑 哎 这边还稍微挡了一下 这个卡位卡得很随心所欲 没错 飘被过了以后 看一下下一个点 小表弟也上来了 小哥这个位置能否守住 是 断空骑 这边留一个小喷 在对手WCWWO 这个路线很完美 跳起来 小表弟在跟车很近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路线上的把握是比较危险的 我觉得他反而在前面有人引导的情况下 他的卡位更狠一些 在这一个弹道出现了一个拖飘 哦 但是紧接着来下一个弹道 小哥的出弹也出现了一波问题 那直接让过来 现在三名选手距离非常接近 看一下下个弹道 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参照物 他需要别人带着跑 但是像这种带他应该不是特别希望看到的 小哥歪了 请就两名选手射击通过 是的 小表弟直接从内到反超来到第二 但是目前阿妮的领跑环境相当舒适 一波ECU以后 这波长延续也可以顺利做上 这把感觉好快啊 这把21是有了 21秒14 打破了狼队凝青的记录 恭喜阿妮 阿妮现在是真的强 我这一把 这一把直接又是把琴九刚刚起来的气势 再次扼杀在摇篮里面 没什么机会了呀 是的 连续两天 其实能够感觉到阿妮他在极限上面 是真的在这个赛季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主要是像海滨之眼这种图啊 他其实记录打破是蛮有难度的 但是这一个休赛期 选手们在这张图的进步很大的情况下 实战还是比较难以出成绩 但是阿妮这应该是 他在海滨之眼的第一次表演 这个赛季 直接就打破了之前狼队凝青保持记录 而且之前狼队凝青那个记录是挺弹破的 对 就已经是比较极限的一个记录了 21.1 再次恭喜阿妮 真棒 E star 这个赛季 再加上这个舞台的闹剧组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突破一下过往的上限 打破了狼队年轻 保持了96天的绝阵 海滨之眼的记录 我 直接将记录刷新到1分20秒14 是 乍一看全是黑衣服 我以为是同一人 对 但是 还有一个红黑色啊 他的CP 但是 第五名 阿妮心想 西几哥你不够看啊 这个回去可能又得吹一波了 是 那这一把 十 一把三分 三分 加上刚才的四分 七分 七分最后一局 很难再去反超了说实话 嗯 真的很难主要是没土 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莫高窟啊或者美洲啊 苏格兰 那是建立在 建立在让他想让他搬三分 对吧 苏格兰搬了 对 我说苏格兰空港这些图都搬掉了 是 他这个起步是 哦 阿妮是外绕内 但是还是杀了出去 我这里小表弟想要去对抗小哥 但出现错标 然后小哥在没有被对抗到的床下自己出现了错标 这边多公票以后路线稍微有点靠 内 不过测试还是调整过来啊 你最后充限必须打分极度一方二十秒一四 是的现在七分的差距 看一下七九最后张图怎么来打 我觉得不如打车吧 哎对我想的也是啊 对就是要不要 把两个区域未来直接用在一张图上试一下 就是可能这张图不必是莫高窟 对但是尝试一下其他赛道 因为就现在而言七分的差距是比较大 那和不让自己打的舒服一点 还是莫高窟 这说明真的没有藏其他的 但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吧 我觉得在这样的局势上面 就算是练习也是好的 因为说不定未来你有可能也 将会在这样的决赛局 悬出莫高窟 莫高窟这张图在七月未来二二加入到原赛以后 我相信啊也是这个赛季的组权 没错 看一下这张赛道 看起步 起步前两个弯道 哎怎么有两名选手飘起来 请求两名选手好像飘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侧城单喷啊 是的这个幅度稍微有点大 哎这边没有起飘起跳 对没跳起来 这边说明飘的太早了 速度根本就压下去的情况下 进行一波飘飞是飞不起来的 哇你又杀出去了 看一下这边子聪跟小哥两人距离是比较接近的 下个弹琴巨点过来又出弯去卡那一道 对 但这张图的记录其实不好破 是昨天刚刚宁青打破的128期也是家属区别未来 子聪这边后追横广 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 这进行过来后再从那道去卡看一下 子聪的这个后追位置 慢慢拉近一点距离 但是对抗不到 哦后面两个小红点是重合了 我还在找人 这边落下来路线也是比较完美 意思由直接开 1043秒97 这个打合记录还有难度的 看这边挑战一下路线 我输胜了 对 记录在前面 没错 但是大家放心 这个记录是不会撞到的 选手也是看不到的 只不过我们的视角是可以看到的 哦呦这边上墙 那机会没了呀 看着子聪也顺利实现反超 但是子聪这张图的记实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子聪和宁青 并没有落后特别远的记录 留一个小喷CW单喷以后快速出弯 1分27秒小 是的我们这个赛季加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大家不要觉得很惊讶 哎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狼队的宁青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记录榜上的这名选手的影子 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去做一个当前可能破记录选手的一个对比 对不过也能够看出来 其实狼队宁青在一些悲操上啊 确实真的很细 在一有点刻的出弹 因为刚才如果从那个视角来看 能够跑1分27秒小 但是充现时间我们发现是1分27秒53 但最后点票还是点点中了 那这样的话还是恭喜E-Star 呃有惊但无险的拿到了第一轮2分2个人用赛的第一大分 是的虽然进入到了加赛但整体上来看的话 他们在对于整体的极限包括稳定性上面 应该还算是这两天当中呃 发挥比较好的队伍 是的最后这一局模糊是17比12 子聪的上限确实是有实力也很强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组织啊 尤其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呃前期队友之间多次发生碰撞的情况下 可能会对这一个组合产生一点怀疑 这个并不是怀疑自己的队友不强啊 或者怎么样的 而是说担心 然后更多的是担心 没有一个好的化学反应 是的 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当中 哦小哥这里先是一个反侧 然后紧接了一波调整 是 机会来不及了 看一下 这第二圈 轻轻的影子出现以后 他第一圈 昨天是43秒重大 也就要快一些 最后子聪这个点的稍微重了一点点 不过还是顺利拿到第一名 那接下来就是双方的3v3组队倒具赛了 赛车梦工厂4月10日更新 经典A车创世是神 试天饕餐 破风 现实翻场 车手们不要错过哦 永恶之灵4月9日起 现实翻场 车手们可以前往游戏内魔法衣橱购买 4月8日登陆免费送春日限定滑板L1 蜜蜜蜜之五 春日它就